好,现在我们开始跟各位介绍一下 当你在台湾使用中华电信的时候 怎么去取得IPv6位置 你有两种方式取得IPv6位置 第一种方式 利用中华电信的光示带 你只要特别去跟中华电信申请 你要取得一个固定的IPv4 并且要使用IPv6的话 中华电信就会让你在播接时 使用特定的账号跟密码 然后取得对外的IPv4位置 同时也就给你一个IPv6位置 请注意在这个时候DualStack使用的环境 它只给你一个IPv6的位置 它并不是一个网路 但你的作业系统必须要支援IPv6 才能够这样做 第二种方法就是Tunnel Broker Tunnel Broker利用既有的IPv4的网路环境 在它的两端建立一个Tunnel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我等一下给你看的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或是像这个地方 你可以透过你的数据机上网 或者是你的CableModern 或者是你的ADSL Switch 然后呢 透过一个Tunnel 也就是它中间的过程是IPv4 但是你的IPv6风包 包装在IPv4的过程中 到达这台电脑进入IPv6的网路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慢慢的看 像图一是DualStack网路 像一号 一号在这边DualStack DualStack是让你直接你的电脑 透过ADSL的Router 或是ADSL的Switch 就直接拿到 让电脑上面有一个IPv6位置 那图二是NAT发握 图三是SOHO VPN 那像是 它的Tunnel呢 它可能就会像是IPv6 什么孤岛island啊 什么东西的 TunnelBroker在IPv4 转到IPv6过程中 扮演相当关键的中长级角色 那并不是使用现有的TunnelBroker 来提供IPv6的一些方案 为什么TunnelBroker很好呢 因为它会给我们一整个48个bit长度的直网 就像我们刚刚在前面这一张上面所看到的 ISP会给你一个48的直网 你会有12的16个次方个直网路可以使用 每一个直网有2的128个次方的主机可用 那我们等一下并不会这么麻烦 我们等一下取得的就是一个64bit的直网就够了 那等一下的TunnelBroker的过程 我将不会使用HiNet也不会使用CNet 我使用的是一个现在国际上很知名的 一个那个IPv6的TunnelBroker 那使用DualStack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取得IPv4的同时也就取得了IPv6 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但是它的缺点是你要请你注意IPv4跟V6不是相容的协定 它两个各走各的根本就不相容也不相同 而且如果你的旧硬体在内网里面有一些旧硬体的话 它可能会遇到没有办法支援IPv6的问题 另外它的缺点也是你每增加一个IPv6就需要一个IPv4的实体的位置 当然对于部署上面来说现在如果你用光式带 台湾可能还比较没有IPv4位置不够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的考虑可能比较少 第二个当我们使用IPv4Tunnel的过程中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它的过程相当的简易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 你就可以安装特定的客户端软体 它的设定也非常的方便 它的好处在哪里 你的基础建设不需要修改 你的基本资源IPv4就可以使用IPv6的连线 那ISP也不需要特别针对IPv6去修改线路或客户端 或是最后的所谓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客户的last mile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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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去修改 它的缺点是它是透过Tunnel去连线 所以你的部署的复杂度提高 你拿的是一个整个网路 你会需要考虑内网怎么去使用IPv6的位置 网路上面征错的困难度提高 为什么 因为你是透过Tunnel这中间的过程很难去很难去计算或很难去搞清楚你的你的风包就直接从IPv4的网路里面冒出来的 它是个暂时的使用的方法 好那但是这个东西看来会有一段时间都会使用这种方法 在我们进入Tunnel Broker之前 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你再总结一次 IPv4跟IPv6它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IPv6将没有NAT的功能 它的协定是不相容的 它不是互相连接的 而且请你不要用IPv4的思维跟习惯去设定IPv6 这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同学最常问到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想要用现成IPv4的部署的方式来使用IPv6 好 IPv6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它面对了IPv4的缺陷做了一些修正 那这些修正当然还有一些争议 而且它还在眼镜中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希望它用IPv4的方法连 那就可以达成的 因为主管机关也不在我们这里 比如说by design 按照它的设计 它并不会自动帮你设预设闸道 预设闸道你等一下会看到的将会是使用Linked Local Address 那它还在眼镜像NAT这件事很多人就一直要求 说IPv6为什么不支援NAT 但是主管机关就一直不愿意去让NAT成立 但如果NAT成立 我们的习惯就不用改 好处在这里 我们还是可以用IPv4的方法去部署IPv6 好 所以我们在台湾怎么去取得一个不要钱的免费的IPv6的直网呢 你可以透过Tunnel Broker 所以不管你是用CNAT还是HINET 你如果用Tunnel Broker的话 你拿到的都是一个直网 都是一个网路 而不是一个IP位置 所以HINET ADSL 是固定IP位置 可以申请HINET的Tunnel Service 如果你们公司用的是ADSL固定IP 而且是企业用的ADSL的 你可以申请Tunnel Broker 那这个Tunnel好处是给你一个48个bit的直网 你就有很多的直网可以用 如果你是光世代 你必须要透过DualStack 你只有一个单机的IPv6位置 那如果你环境不允许怎么办 你至少要先申请出 在光世代有一个固定的IPv4位置 然后再透过这些三个网页上面 所特别跟你提到的 像是这个地方 中研院这个地方 它会给你一个 作业系统要先确认 它有启动IPv6 然后你看到IPv6有成立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上到中研院的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 在这里申请账号 然后你就可以 怎么样怎么样去做这个动作 我们等一下所使用的 将不会是中研院这里 因为它的 它的 它的网页的状况 并不像去年那样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很稳定 而且呢 在国际上很有名的 这个Tunnel Broker 它叫做 HERICAN ELECTRIC INTERNET SERVICES 它这边有免费的IPv6的设定 那这是我的截图 我使用了一个加州的一个Tunnel Broker 也就是从台湾的IP的拉到加州去上到IPv6的网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我们的UserName Password去进去 比如说你看哦 这边这是我刚刚忘记密码处理的过程 我先到这个地方的IPv6 Tunnel Broker 我也可以先到首页给你看一下 首页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到右边 你选择这个Free IPv6 Tunnel Broker 那你就可以到这一页 IPv6 Tunnel Broker 你申请账号密码 它只会需要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那我把我的账号写进去 那我的密码 登入 那我登入了之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新闻 你可以顺便看 它说我的IPv6 然后 那个还没有经过认证 因为还没上去嘛 在这个地方 它在今年的6月4号怎么样 它多增加了一个新的Tunnel Broker 它支援的Users of Dynamic DNS Feature DNS HE.NET 它是HE.NET 不是HIGH.NET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它有很多Broker可以用 Combine Tunnel Create Regular Tunnel Create BGP Tunnel 我们就不用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Combine 建立一个常用的Tunnel就可以了 首先 它很轻松的 它可以让我做5个Tunnel 那我可以取一个名字 YourSign IPv4 Endpoint You are viewing from 它找到我的实体IP 我把我的IP写上去 好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 IP is not in a valid format IPv4 Endpoint 这边多了一个空白键 看 所以你要小心啊 这边刚刚是多了一个空白键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选择香港的Endpoint 我可以选一个Singapore 或者是Tokyo等等 那它推荐 We recommend you use 香港的加州的 那好处在哪里 因为台湾跟加州之间 连线本来就很快 甚至可能比香港还要快 所以呢 我就不排斥 我就直接用加州的 这一端 你可以看到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IPv4的两端 这个Tunnel 我这一端是 220133拐拐点195 另外一端 将会是7252104.74的 一个加州的IP位置 那我的IPv6封包 就会包装在 这两个IPv4的Tunnel中间 那我要选择 其他地方在这边 直接选就好 好 我这边Create Tunnel 你看这个地方 它就正在有一个 即时的告诉你 IPv的位置使用的状况 OK 上来了 Tunnel ID是这样 好 你可以把它杀掉 Create Date 建立日期 是这样 好 这是今天的日期 我描述 我可以写一下 这个是针对 啊 啊 Home IPv6 Tunnel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IPv6 Tunnel Endpoint 是在这个地方 我 特别的在这边 取得了一个 本地的IPv6 address 是2001 470 EF014 这就是48 687 的 冒号冒号1 表示这中间全部都是0 它是一个64的 标准的 IPv6的位置 然后这是远端 本地端 本地端 它拿的是2号 好 Available DNS Resolver 对不对 它可以使用的 IPv6的 名称伺服器 分别就是这两个 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它设在resolver 里面 Routed IPv6 Prefix 你如果要48的网路 按这里就有 如果我没有需要 我拿这个就够了 因为我等一下要用的内网 只有这个 所以我的网路 所以我的网路位置将会是 2001 470 EF05687 而且这个网路 是我的内网使用的 这个网路位置 后面 就是由我自己去订 那我在这边看到这样的状况 事实上是相当轻松 我不需要再多做任何设定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快的linus设定给你看 它把它的数据通通上来了 这边就有 选择你的作业系统 它会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我这边就是一个linus net tool route tool cisco apple route tool route tool sit0up 如果把它改成 IP 就在这里 所以可见我们这边要选择的是linus route tool 然后呢 先载入IPv6的模组 我们刚已经有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只要把我们的IP 跟建立的所需要的指令写到这边就够了 你看哦 我现在把它复制起来 在我的实体机上 在我的这个地方 我的管理员的加目录里 所以是root的加目录 我要建立一个命令稿 我建立这个命令稿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它放到我的并目录里 我的并目录里面就已经放了一些 上课的时候所需要用的东西 就是redhead上课的环境 我在这里偷懒用gedit 你用vi也可以 我写一个ipv6.shell 把刚刚开头警号 警探号 bin bash 然后呢 把它位置 把它指令写上来 用贴了就可以了 好 你看哦 它的 它会 它用IP指令建立一个tunnel 增加一个叫做heipv6的tunnel 它的模式是sit sit就是在ipv4的网路里面 传ipv6的风包 远端的ipv4是这个 本地端ipv4是这个 TTL预设25 然后把它启动 up 启动之后 对它增加设定一个IP位置 这是本地端的2号 远端是1号在那边 它那边设 那再把我的路由射到这个地方上面 所以我的所有的路由加到这上面 OK了 我把它存起来 在我这个地方 就主动的增加了一个ipv6.shell 如果你希望它执行 你可以change mode加X ipv6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档案 现在你注意看哦 它的过程非常的轻松 我这边已经有个PPP 我抓的连线是这个 现在 我直接点斜线ipv6.sh 跑完 跑完这里 马上出一个 heipv6 本地端 的位置是 2001 470 EF 04687 冒号冒号2 它们中间都是0 这是我本地端 这是我本地的link local address 不用理它 我已经取得了一个global IP 所有ipv6的连线 在台湾透过中华电信 可以有一个2001 嗯 b000 冒号冒号1 的ip 这个ip是谁 这个是中华电信的名称伺服器 支援ipv6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ipv6的位置 是成功的 现在我的实体机 已经可以连到ipv6的网路上 它的时间会长 原因在哪里 我的风包先通过ipv4的tunnel 到了加州 再从加州 透过ipv6的网路 连回台湾的cnet 海内 海内 这个地方当然会稍微远一点 不过这并不影响 我的名称伺服器 我先用测试一下 host 是否可以解析ipv6位置 你可以去找一个 现在已经有ipv6位置的网址 www.ipv6.hinet.net 你可以看到 我的名称伺服器 同时可以支援ipv4跟v6的解析 好 那你把这个网址拿来 先测试一下 它是否可以满足 中华电信对于ipv6的测试 好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 这是中华电信对ipv6的测试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连线检测 这里 就会出现这样 先建议是否申请取得ipv6 上网服务取得正常ipv6 无法排除下 这个状况不是这样的 它的状况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 中华电信要求要它的什么东西 要求要它的ipv6 事实上 我们应该是可以开启ipv6的网页 我们看看 highnet highnet之外 google的ipv6怎么玩 你看 google ipv6 好 好 那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好 并不知道 像这里 怎么去设ipv6 赴google ipv6的位置 google 跟facebook 都已经有ipv6的服务 好 那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google的位置呢 我记得它的原始的位置 是这个ipv6.google.com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解析看看 好 来 你看 我们可以解析ipv6.google.com 我们解析出来的位置是这个 这是Google的ipv6的网站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ipv6.google.com 放在我们的浏览器上 来 抓抓看 OK 我们现在使用的 已经是ipv6的浏览过程 所以刚刚的测试过程 只是因为不是使用HiNet 所以它有一点那个 那不管它 你看它在网路上面的这样的状况 事实上是相当的讨厌的 因为测试人员并不理解 或是对Ninus并不熟悉 它们连MacOS跟Linus都没有测 它们只测Windows 在此中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说 希望大家能够把Linus学好 因为Linus是非常重要的作业系统 在云端的时代 Linus是最主要的作业系统 它是让我们 呃 国家的 国家的能力 能够提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由 那你不要怪说 Windows为什么不算 因为Windows本来就不算 那如果我们国家的IT人员 要能够有能力 大家都 Ninus的能力 一定要提升才行 然后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看到 我们可以使用Google的IPv6 Facebook好像也有IPv6 我记得Facebook的IPv6怎么玩 这边有没有 这是YouTube Facebook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Facebook的IPv6 Facebook IPv6 好 这是Facebook IPv6 They help 好 IPv6 有没有 Why can I access Facebook Facebook World IPv6 launch 这已经是 Worldipv6launch.org 好 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这是在今年的6月6号所取办的 全世界的IPv6启动日 It's time It's time is for real 真的来了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没有 ATNT Dlink Google 这边是不是有呢 这是sponsor Do your part Join the launch Show your support 好 这边是IPv6 logo 你可以在你的网站上 加上IPv6的logo 那这不管 我们要找的是IPv6支援的网站 Facebook 现在已经加了IPv6 Google leading But where Where do other webs Join get on IPv6 我们看一下这个IPv6 Information Google Comcat Oh IP Facebook 加IPv6 Oh 在这边 好 Facebook上了IPv6 没有人 没人发官方的IPv6的位置 发一下 你可以加上这个 它叫做 1-1-1-v6facebook.com 来一下 可不可以用 OK 没有问题 Facebook上去了 可以吗 所以 我们的本机上面 因为TUNNEL的关系 取得了IP位置 我们就得以 透过IPv6 来进行 连线 这是完全 完全 支援IPv6的状况 OK Very happy 好 我先把它停下来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 我们在这样的过程里 我们只是 只是刚刚很轻松的 用 HERICAN ELECTRIC 的登录的过程 然后IPv6上去以后 我等一下会用这个来做一个直网 然后在这个地方 有个Example Configuration 我直接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命令稿 跑完 就上去了 换句话说 你可以未来 把这个命令稿 在哪里 这个命令稿 在这里 叫做IPv6.sh 把它变成开机时 自动启动的过程 你也可以在播接上网 取得固定IP之后 再去跑这个命令稿 它自然而然 就跑完 它的IPv6的TUNNEL 就自动做起来 就在这个地方 好 我的主机 也就是我的实体机 担任路由器的角色 已经取得了IPv6 等一下我们要在 我们的网卡上 尤其像在这个BR0上面 去增加一个IPv6 让这上面的主机 都可以享用IPv6 Global Address 所以我们这一段 到这边OK了 我们的主机 已经上了IPv6的位置 我们可以 虽然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测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IPv6的Facebook 跟IPv6的Google 好 IPv6的Google 还有 这是IPv6 World Launch Date 今年6月6号的这个过程 好 我们可以先切断 请你看第三段 最后